哈囉大家好我是PioteBi 好久不見大家各位 來我們來看一下 影裝 我在影裝之前已經說過我到Lv4了 可是我的能力值其實沒有給他升上去 對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我這邊有把他的靈巧升滿 穿透升滿 物理攻擊升滿 然後唯一比較浮誇的是 霧傷附加這邊 我也給他拉滿到了15等 然後霧川這邊之前就拉滿 然後剩下的地方呢是還沒有加 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像這裡加物理攻擊的話 也是沒的啦 如果要的話我還是想要上去啦 不過沒有就算了 總比先把後面兩個加起來來的好 那極速就不加了 因為極速本身已經溢出了 再等三轉之後再說 那物理吸血呢就看要不要啦 我現在其實有點後悔 給他升到Lv5啦 因為畢竟有點虧你知道吧 這個東西太難了 真的太貴了 拓文真的太貴了 根本買不到 完全買不到 那名張的部分呢 我這裡也是 靈巧一定要升 靈巧本身的升級 以我這個加靈巧為主的而言的話 是一定要的 然後物防穿透呢本身 他雖然是白字 但是他是要的 那物防附加呢 他的附加不太一樣 他是直接加一個數字上去的 他不像一般的物傷附加 不像最終物傷附加 是加%數的 來我們這裡可以看一下 我最終的物傷附加跟物防 物傷穿透 好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 我的物傷附加跟物防穿透 那我這兩個會有多少 好我的物防穿透呢 這邊是59.30% 那我的物防穿透 最終物穿是42% 所以加起來是剛好破百% 那接著呢 是看一下咱們的最終物傷 好那接著來看一下咱們的物傷附加 這邊點上去 沒有 對他沒有那個數字 他是固定物理數值 固定值的物理傷害增加 所以他就只是加168點 所以真的很爛 對完全沒有必要點 如果他今天是在上面的話 物防穿透的類似這種屬性的話 其實那就非常非常的像 可是沒有 也不是 那這裡最終物傷附加呢 是提升最終造成的物理傷害 再加30%這樣子 OK所以這個傷害是非常非常的像 而且我還沒有算上去 我引裝的技能 好這邊可以看到 我這邊配的是衝鋒劍 衝鋒劍他最後我給他升到Lv.3 我覺得這傷害還差蠻多你知道嗎 降低衝鋒劍冷卻固定時間 1.1秒 然後同時降低目標12.5% 他的最終物傷減免 這等於是一個全新的屬性你知道嗎 完完全全新 等一下我再測試一下 稻草人到底有沒有辦法吃這個 對如果這個稻草人都有辦法吃的話 一般魔物一定也有辦法吃 只不過不知道他是吃自己 還是可以全隊一起吃 如果可以全隊一起吃的話 這招就是神技了你知道嗎 好而且他還可以再往上升下去 不過只殺到Lv.5啦 Lv.5的話我的固定能卻會變1.3 然後最終物傷減免會變1.5 好啦那就再說啦 好那再來是咱們的震懾 震懾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未來還有一支影片就是會把我的獵圖給他放進來 把閃充給他拿掉 因為畢竟獵圖跟閃充的能力之前已經有PO過了 其實差蠻兇殘的 不過就是因為王牌訓獸的關係沒有辦法疊起來 所以我就先選擇先用閃充那獵圖就再說 對那如果今天是鳥獵的話 這招是一定要點的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等級6 對 影裝等級6 但是我的影裝呢現在只有等級4了 所以離等級6還非常非常的遠 如果今天要等級6的話那就噁心了 因為同時提升7.5%的額外傷害 哇這真的這就噁心到一個地步了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這個能力是怎樣 他是多放放閃充之後會多一個係數還是多一條 還是說甚至可以跟王牌訓獸是一樣給他疊上去 那就非常變態 那等影裝6 影裝6的話應該還會再往上提高一步 好那接著呢是咱們的劍術 這個不用提啦 自從開到4之後直接這招開上去 直接就是加10%的傷害 那我現在呢是把震懾給點滿了 然後把我的衝鋒劍也點滿了 把拖文的物傷附加也點滿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其實我已經砍過了就是因為他的傷害非常噁心 所以我們再一直走唄 好一樣我們現在測遠傷的木裝人啊 那我們之前傷害呢是來到了48萬5 還沒有50萬 那我們就看看光影4 自從我的武器裝備全部加7之後影4開下去會到多少 那我現在的智力 靈巧是來到1427啦 那我的裝備呢基本上還是沒變 我的金弓呢也還沒有拿下來用 那我的附魔是777 然後身體是978 然後好啦簡單說附魔覺醒3啦 剩下都是多的了 多一點點而已 然後我現在配了一個子裝 只讓血會比較多一點點 不過對戰鬥力而言 沒什麼多大的提升 那附魔還是很重要 因為自從給他加上去之後 靈巧給他到1400 我的附魔再搞上去的話 應該還有機會給他搞到1500 如果給他強化滿的話 現在強化到30嘛 上去到強化決心5的話 應該有機會上去啦 好那時裝 那個卡片的部分呢 一樣馬爾多克三張 那我這邊的飾品呢 一樣就是兩張溜溜吼 然後一張人魚卡 我的飾品卡片到現在一張都還沒有 那我的卡片呢一樣是中體型卡片而已 所以我能加傷害的就是只有這些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咱們的詳細屬性的部分 我們在物防穿透這裡 我們剛選過嘛 59.3% 然後我們的最終物傷是42.8% 所以加起來是50 101%左右 對沒有左右就是這樣 好那最終物傷附加呢 因為剛剛我的多重射擊的關係 疊上去來到了45% 所以我在想說 我會不會不需要用氣泡蟲 我反而用 黑衣卡會更好這樣 OK好我們時間應該差不多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目狀的顯像來到 快結束了 不過我沒有40套的關係 所以還OK 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1分38秒 我們的傷害是來到了57萬1 我們之前影片是48萬5 我光影裝給他升到滿而已 傷害多了快要20% 這真的是有這麼一點點噁心就對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近戰的部分吧 一樣我們給他扯個兩分鐘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1分55秒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傷害 現在已經突破了70萬 來到了72萬4千左右 好我們就算他這個數字就好 那之前的傷害呢 是65萬 所以這個提升幅度 沒有像剛剛員工來的浮誇 為什麼這個員工會差那麼多 而且我現在已經快要不能測兩分鐘了 如果秒傷到80萬的話 應該就不能測兩分鐘 木莊人應該就會被打死了 好我們終於把一次木莊人給打死了 好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成就這樣子 OK好我們都處理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玻璃之王的部分吧 好一樣玻璃之王呢 我們這邊就是136等 然後直接給他開下去吧 一樣用近戰的方式 走唄 好一樣我們到了1分55秒 然後我們現在玻璃之王的傷害 是來到了56萬 欸56萬好就算56萬就好 那先前影裝還沒有點滿 然後智力點要加7 欸不是 飾品點要加7的情況下 我們的傷害是50萬啊 所以說真的有差蠻多的 直接多了約12% 這個12%感覺上 除了這個給的%數以外呢 應該是最終物傷附加給的6%吧 原本是6%嗎 不是15等於是12% 所以其實也沒有到那麼多啊 只不過我真的有加的應該是 這一招衝鋒劍還有硬科的部分 硬科的震射 可是硬科的震射是沒有給能力的 其實說到底 這一波的上去 我不知道我的能力到底是差在哪裡 對我找不到 我真的找不到 唯一真的要在講影裝以外的東西的話 應該就是我飾品的強化 我這邊給他強化了兩階 然後我的弓箭手也沒有給他強化啊 對說到底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這一波上去突然強化的幅度 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了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蛙王唄 好一樣那我們就來測一下蛙王吧 然後蛙王的等級現在來到187等 天啊這已經超越我100多等了 然後蛙王之前某一次改版之後變小型的怪物嘛 那我這裡呢 剛剛去給他換了咱們的小型弓 也不是說小型弓 我裝三張小型卡片的弓啦 對就來看一下吧 而且他是水屬性的 我還是有動物殺手 因為他是魚背類嘛對不對 我動物殺手給他點滿的話 是額外又增加10% 這個傷害其實滿噁心的就對了 我之前傷害呢意外的來到了76萬 那這一波上去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剛是看到90萬這個數字 我快要秒傷百萬了嗎 我的天 好一樣我們來測個兩分鐘看一下唄 好一樣1分55秒的情況 我們的傷害來到了83萬 哎呀我以為到90萬你知道嗎 好啦也比我之前的76萬還要來得高了也差不多是10% 其實說到底我真的不知道這個10%到底是哪裡來的就對了 不過如果要在這個情況下破百萬的話 我的卡片我覺得勢必要換上去 除了這個強化到30以外 卡片應該要換 然後呢就是要把金弓給拿出來了 我真的要換金弓嗎 不然我就是我白弓先繼續用金弓先留著啊 看情況看怎麼樣再說反正就先買好 好來吧我們來測一下影裝的某個能力 看一下他的傷害到底是怎樣 一樣我們用挖王的部分就好 好我們來測一下其他的東西好了 首先呢我們先用一下普攻來一發 啊對啦傷害是10萬啊 10萬0千 喔這個傷害非常非常非常的剛好 來吧我們主要呢先來看一下專注射擊 先看這招 這招的話你再放下去的話會額外提供15%的物理傷害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先來發一發吧 專注射擊給他打下去 傷害是56萬但是我要的是後面的這個普攻 差不多是11萬4千 跟剛剛比起來沒有到15%那麼多 13%左右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招 那一招到底怎麼樣 算是第二招專注射擊吧 就是咱們的衝鋒劍的部分啊 衝鋒劍這邊的設施是12.5% 不過他不是提高啊 他是降低怪物的物傷減免 等於是降怪物的防禦就對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時間應該已經過了 所以我再來普攻看一下 傷害是來到了一樣 一樣 101042 OK來吧 我們看一下專注射擊 給他尻一下是28萬了 但是這個時候我普攻打下去的話 是10741滴 有加 對有加 但是加的%數也沒有到12% 這麼這麼的多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果兩招都放下去的話會怎樣吧 我的這一招的持續時間是6秒 那我的專注射擊呢 持續時間是5秒 那我們先放他衝鋒劍 再放一下專注 來走杯 好為求穩定 為求真神 來我們再普攻打一下 現在傷害 欸等一下怎麼變9 因為我的那個沒了 等一下 因為我心神沒了 我們放心神就好 好我心神打下去呢 對是101042滴 來我們先放個衝鋒 普攻一下 現在是11萬多沒錯 再放一次專注 這時候再普攻一下 12萬5000滴 我現在除了我能力全部上上去的話 我的傷害會提高將近到25% 我覺得 我會提高的原因 應該就是這招沒錯 對 應該就是這招衝鋒劍沒錯 引裝的衝鋒劍 所以說如果已經是急速獵人的話 這急速獵算很少 但是這招提升上去應該是蠻香的 對於秒傷而言 但是如果是後面這招的話 我覺得反而就還好 因為它是PVP的部分 如果今天PVP要打人的話 應該再招衍鋒劍 但是我感覺這個追蹤無傷減免 跟PVP的追蹤無傷減免 是不是都應該一樣吧 應該是一樣的吧 還是說這個是不會吃到PVP的無傷追蹤 只會打魔物而已這樣子 OK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啦 那下次要再提升的話 我看怎麼辦再說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I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下方如果想要加入 可以跟我一起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就歡迎進來吧 對 雖然我很少出現就是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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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